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载长征五号姚思运载火箭成功升空 并且转入地火转移轨道 开始踏上慢慢的奔火之路 迈出了我国行星探测十分重要 也正是这个消息 让大伙把眼光再次聚焦到了火星之上 为什么说再次呢 因为咱们地球人对于火星实在是太感兴趣了 别的不说 这些科幻作品当中 来自火星的外星人数量 又比其他所有星星的外星人 加起来还要多 而且他们的样貌和能力 也因为咱们不同的想象不尽相同 比如说电影世界之战 算是科幻史上第一次出现火星人形象 他们脑袋大大的 处须长长的 再一看有点像章鱼的 不过更加特别的是 他们不会疲劳 不需要睡觉 没有性别 甚至以分裂的方式就能够繁衍后代 这些火星人来到地球之后 瞒不讲理 对地球人进行了肆意的屠杀 逼的人类是无路可退了 没想到最后 却被地球上的细菌和微生物给团灭了 还有火星人玩转地球里的火星人 这也是头大身小样貌丑陋 当然是以我们的标准看样貌丑陋 只会发出单调的嘎嘎声 在人类向他们发出和平信号之后 他们反而对人类是大开杀戒 那么人类如何应对呢 结局就有点搞笑了 这些外星人居然因为受不了地球上一首老歌的旋律 集体爆头了 您说说这个编剧的脑洞比爆头还大 直接大到可以爆头的脑洞或者说 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火星人也不都是邪恶的 动不动就要毁灭人类 也有比较善良的 比如说很早以前的电视剧 火星叔叔马丁 这里头这个马丁叔叔呢 就长得像一个和善的大叔 尽管他有不少超能力 比如说隐身 能够看透别人的心思 能够隔空一窝等等 但是他从来不会用这些超能力为非作歹 最多就是用来搞搞恶作剧 还有火星任务里的火星人 甚至成为了往地球播撒生命种子的宇宙圆丁等等 说到这儿 肯定有不少观众感觉 还真是 咱们地球人对于火星 以及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体 俗称火星人 真是感兴趣呢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面对这么多地球以外的天体 咱们唯独对于火星特别的情有独钟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火星啊 跟咱们地球实在太像 不光自转周期跟地球几乎一样 而且火星上也有四季变化 当然这都是对火星进行观测以后 咱们对它感兴趣的原因 事实上 在近距离观测以前 火星就以它的特立独行 让人们不得不注意到它 为什么这么说呢 您听咱们的古人 对它的称呼就知道了 营火 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呢 首先说这个营字好理解 营营如火呀 有火光的意思 又红又亮 那么火是什么意思呢 困惑 困惑什么呢 就是这玩意儿怎么 它忽明忽暗呢 位置也变来变去呢 当然咱们现在都知道 那是因为火星跟地球之间的 距离变化比较大 近的时候呢 大概是五千五百万公里 还算近 看起来自然就比较亮了 而远的时候有四亿公里 那看起来就比较暗了 除了咱们中国古人 注意到了这颗营火星之外呢 还有古埃及人 他们直接称火星为 红色的那颗 甚至还把红色的那颗 和战争以及不祥等等 建立了联系 话说回来 那咱们又是什么时候 发现火星跟地球很相似的呢 那就得说到 从17世纪望远镜问世 说起了 最早科学观测火星的人 是意大利天文学家 乔瓦尼斯基亚帕雷利 他不仅通过望远镜 观测到了火星上 有一种类似水道的地貌特征 还绘制出了一幅 就当时来说 最为完善的火星表面图 这张图后来成为了 行星绘图的标准之一 也正是由于这次的观测 坊间开始了讨论 说这个火星上竟然有水道特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号探测器传回了第一张火星表面彩色照片 大伙的心是彻底凉了 怎么呢 因为从照片上看 火星的表面是岩石遍布 风沙漫天 跟咱们地球一些荒漠无人区十分相似 不过有专家说了 它红色的表面很有可能是赤铁矿 这倒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火星看起来是火红的颜色 说白了 从这些照片上看 这个火星除了火红之外呢 什么生命体啊 什么火星人呢 根本不存在 一直到人们发现了这么一张照片 可以说是震惊了全世界 大伙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了 什么照片啊 为什么会这么有魔力呢 下集说 火星上出现了人脸 难道曾有人类到过那里吗 火星上是否真有生命存在 如果有 它们又为何消失了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自从人类开始观测火星 大家伙对这颗星球上的种种现象 就充满着幻想和推测 直到探测器上马 这种热情才开始消退 不过就在1976年 又有探测器 拍到了一张照片 瞬间引起了轰动 什么照片啊 你往这看 这是在火星表面 基多尼亚地区拍摄到的 被称为火星之脸 尽管后来又拍摄到了 新的火星照片 证实了这所谓的火星之脸 不过是一块火星岩石 只是由于拍摄角度的光学错觉 才形成了人脸的形状 火星上有一个人脸 当然人脸是很70年代 海盗号探测的一个结果 当时很快就被证伪了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 哪会有这么大的人脸 这是一座山嘛 是这样是吧 那在这之后呢 还有说火星上拍到 有人在晒太阳 当然这些其实都是 南奔大牙之堂的 就是相当于是 民间爱好者的行为 尽管这些说法都被证伪了 可是还有一部分人 就俩字不信 他们坚持认为 这张火星之脸 跟火星某种古老的文明有关 甚至有人开始宣称 这就是一个古老文明留下的印记 而周围分布的岩石 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宏伟的 这种城市坍塌之后的结果 你也别说 这个说法还真是很具有煽动性 不少人呢也就跟着相信了 而且咱们前头提到的科幻电影 火星任务 就是以这张火星之脸为灵感展开的 说是在2020年的一次火星科考当中 这里交代一句 火星任务拍摄于2000年 所以2020年已经是未来式了 在这一年有四人团队吧 首次到达了火星 结果因为一场神秘的沙暴 接连有人丧生 等这个沙尘退去之后呢 事发地点竟然浮现出一张巨大的人脸 剩下的人马上前往调查 最终揭开了人脸背后的秘密 什么秘密呢 原来在亿万年以前 火星曾经遭遇了一个天体的撞击 变得不再适合生存 而拥有高度文明的火星人 被迫驾驶飞船 向着宇宙深处逃离 其中有一艘就来到了地球 并且剥下了生命的种子 也就包括我们人类 这么说吧 在众多关于火星的科幻作品当中 这一步的内容可以说是相当严谨的 像是登陆啊 比如说探索火星啊 几乎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和考究呢 当然 什么火星人向地球 波洒生命种子这样的情节 那就是科学幻想了 好咱们话说回来 既然大伙对火星上有没有生命 或者说曾经是不是有过生命 如此感兴趣 咱们不妨认真探讨一番 火星上真的有生命存在过吗 如果有 它们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那首先得知道 这个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啊 咱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 也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成分 如果没有水 那么生命物质根本就不可能交换 也没有办法循环 所以说有没有水是火星上有没有生命的关键 当然这是我们人类目前对于生命的理解 就到这了 我们只能这样理解 超出的没法说 好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全世界火星探测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搜集关于水的证据 遗憾的是 从相关探测器发回来的几千张照片来看 火星基本上就是一片干燥的荒漠 当然也别着急失望 因为在其中有一些照片上 科学家们还是发现了沟壑 这种沟壑据说 很可能是以前被水流冲刷而成的 再后来 机遇号探测器的一个发现 更是证实了这个推测 说是机遇号探测器 在火星的一个化石沙丘表面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圆形金属石头 这些石头呢 被称之为蓝莓石 其实在地球的化石沙丘地带呢 也有不少这样的蓝莓石 它们是来自地下深处的氧化铁的结合 而形成这种结合的原因 就是水 也就是说 这蓝莓石的存在 就是火星上曾经有水的直接证据 而且不光有水 你往这看 这是咱们地球上的峡谷 是被强大的水流冲刷而成的 巧了 科学家们也在火星上 发现了同类型的峡谷 这说明火星上曾经有过温暖湿润的环境 甚至有过江河湖泊 最终百川归海 也就是说 远古的火星是一个适宜生命存在的地方 绝对有过生命 甚至曾经是一颗生机盎然的星球 那么你也问了 火星究竟是经历了什么呀 怎么就变成了今天这副生无可怜的模样呢 这要说起来 火星真是可怜 属实可怜 它至少经历了三次重创 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跟你说说啊 第一次大约发生在太阳诞生以后 一亿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地球的表面都还是一大片熔岩呢 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 而火星上呢 很有可能已经有了地表水了 并且开始孕育生命了 可这些生命怎么说呢 命不长啊 很快就有一个巨大的天体 撞上了火星的北半球 根据推算 当时撞击天体的直径 那个撞击而来的天体 大概有1900公里 撞击释放的能量 甚至让整个火星 像火洞一样抖动了起来 这导致呢 火星的表面全部都融化 大气层也被吹到了太空里边 海洋当然就蒸发消失了 火星的第一代生命就此灭绝 当然了 也有可能部分存活啊 可是你也架不住第二场浩劫啊 那就是39亿年前发生的 火星自转轴发生了80度的转变 发生一个80度改变 这让火星冬天的气温下降到了零下87摄氏度 整个星球被冻成了冰块 你想想看 那些可能存活的火星生命还活得了吗 就连最微小的细菌恐怕都得苟带 是吧 更惨的是第三场浩劫 在38亿年前 火星的内核不再运作 磁场消失了 原因不明确 不过造成的结果是可怕的 没有了磁场 火星的大气层就会被太阳风吹进太空 整个星球的大气压力会降低 如今火星的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左右 火星的地表大部分水呢也都蒸发消失了 没有水情都说了 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 还有一点 没有了磁场和厚重的大气层 火星的生命也将遭到太阳风辐射的猛烈攻击 谁顶得住啊 也就是说 这第三场浩劫 让本就没有生命的火星 也就不再适合生命体生存 雪上加霜了 诞生不了生命 你要说啊 那既然如此事实摆在这儿 为什么咱们人类还对火星如此感兴趣呢 甚至一再让探测器登陆去研究火星呢 这个原因恐怕您也在新闻里边见过 没错 咱们人类有这么一个伟大的计划 什么计划呢 是既然这个火星曾经生机盎然过 存在过生命 那咱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改造 改造它让它成为人类除地球以外的第二个栖息地呢 跟您说 这可不是一个幻想 真有人弄出了一个火星移民计划 甚至还动员志愿者申请 那么这个计划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人类移居火星还需要做哪些计划和准备呢 咱们下去说 火星能否进行改造成为地球的备胎 移民火星计划到底能不能顺利实现 江西卫视经典团企正在未因解密 上节说到火星曾经存在过生命 但经历了三次重创 让它从一颗生机盎然的星球变成了如今荒凉的模样 不过有人却从中看到了希望 他们认为火星可以改造啊 然后让人类移居过去 而且他们可不是说说而已 真就弄出了这么个计划叫做火星移民计划 这个计划是由美国的宇宙探索技术公司的总裁 兼创始人埃隆马斯克首次提出来的 他说不仅要移民火星还要在火星上建社区啊 甚至还有长远目标就是把人类从地球移居到其他星球 并且保证这一过程足够安全价格低廉 您听听他放出来的话哈 说如果我们把每个人移居火星的成本控制在二百万美元左右 那就可以开创一个大市场 预计地球上有一万到两万人愿意移民外星球 那人们就不用节一缩时在地球上买房了 可以攒钱用于移居太空了 这个说法放出来之后不少人就跟上了 有人在忙活把人类发往火星的大火箭 有人在设计适配火星建筑的室内家具 还有阿联酋甚至直接造出了一个占地 一百九十万平方英里的火星科学城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火星模拟基地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让人类在移居之前 先住上一段时间适应适应 您别笑啊 事实上人类的航天先驱 奥尔科夫斯基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所以人类不停地仰望星空 探索宇宙寻找新的栖息地 咱不妨严肃认真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探究一下火星是否合适 又能否真的被改造成另一个地球呢 先来看火星是不是适合改造 现在为止已经找到了很多个西外星星 有一百多个是像地球一样的星星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依靠化学燃料动力的火箭 没有能力飞出太阳系 那么我们在太阳系里面 首要的目的就是好好的探索火星 然后呢登陆火星 然后呢改造火星 这就是人类对火星的一条路线 听明白没有 也就是说火星是有且仅有的一个选项 从各方面来看 都是目前最适合改造的星球 没有之一 那么关键就是要看要怎么去改造 又能否改造的成 关于这个问题呢 答案科学家们早就给出来了 说是能改造成的 又不能改造成 什么意思 咱们先说后者 大家就说希望改造火星环境 把它改造成另外一个地球 我觉得基本不可能 对 因为你像地球跟火星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本来就不一样 你只能说把火星改造成 对生命相对友好的一个星球 然后我们人类呢 或者其他生命 你要在火星上 你还得适应它的环境 听明白没有 意思就是说火星就是火星 想把它改造成地球那样一模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充其量也就是人类能够待在那 至于舒不舒适 能不能待得长久 那还得看人类的适应能力 当然了 好就好在 不光人类所有的生物的适应能力 都非常强 还是有希望的 咱们再来看看 火星能够改造 或者说需要改造的那部分 那么 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 那么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温度 温度太冷了 那么我们希望把二氧化碳释放出来 创造温室效应 第二个问题其实相对来讲更困难 会让火星重启磁场 其实关于第一个问题 制造温室效应 有专家曾经提出过这么三个方案 给您介绍一下 首先一个是制造一面太空镜 确切地说呢 是一面巨大的直径超过120公里的太空镜 干什么用呢 放在火星表面 21公里以上的轨道上运行 利用它把太阳光反射到火星指定区域 然后释放出冷冻地表下面的大气和水 不过这个方法不太可行 因为至少人类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 科学水平还不足以造出这样的太空镜 那么再来说制造温室效应的第二个方法 小行星撞击 其实太空当中不少的小行星 都是由冷冻的氨气构成的 而这个氨气呢 就是重要的温室气体 如果让一颗直径2.5公里左右的小行星 去撞击火星 那么产生的巨大能量 就能够让火星上的冰融化成水 而小行星撞击之后释放的氨气 也能够让火星大幅升温 一举两得 专家甚至还预估了 大约需要40次撞击 就可以让火星达到人类居住的水平 当然了 这个办法一听就知道 实时难度特别的大 而且撞击之后状况很难掌控 反而是第三种方法提出来 得到了不少科学家的赞同 什么呢 制造温室气体 就是说在火星上建几个化工厂 然后不停地制造四伏化碳 这个四伏化碳就是最有效的温室气体的 根据计算 如果每小时排放1000吨这样的气体的话 30年内火星的平均气温就能够升高27.8摄氏度 不过光是解决这个问题还远远不够 火星上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重启磁场才是最难的 甚至说不可能 当然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人类也不是不能立足火星 眼下人类就找到了一个 有可能建立基地的理想地点 哪呢 熔岩管道 这个熔岩管道是古老的火山形成的空旷的管道 躲在这里头 不仅能够隔离有害的宇宙辐射 还能躲避严固的火星气候 如果能在这里建立一个封闭基地的话 那还是很有可能成为人类登陆火星以后的理想住所的 这么一说 是不是感觉人类登上火星 甚至移居到火星还是很有可能的呢 想想 是不是有点小期待呢 是吧 不过据专家推测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火星文明 长期生活在火星上的话 那它肯定各种基因性状 或者各种行为奇怪 甚至很多的一些特征表现都会发生改变 那地方引力要低一点 只有地球上的三分之一 那个地方的饮食结构 各种那个心情的对心理的影响 都会跟地球上很不一样 所以慢慢慢慢 火星上的文明会区别于地球的文明 就会发生了一些 相产的灾情 所以来说 不过的地球上 这些东西 不过地概念 就会发生了一段时间 就会发生了一段时间 现在就会发生了一段时间 对心情的灾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与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